姐妹们我现在要做姜糖了 大家如果想学习的可以看一下我的价层 很简单 就是要姜跟白糖就可以了 我先把这个姜给洗一下 这个姜其实 咱们不光是拿来做姜糖 做泡姜也是可以的 然后也可以直接泡生抽 像这个如果拌生抽拌点多辣椒 现在泡到晚上就可以吃了 切小一点它很快就熟了 不要没有泥巴就OK了 先把这些嫩嫩的流水拿来洗 然后拿来泡 那嫩嫩的流水也是只要给我吃 随便给谁吃都不会流出来啊 我最喜欢吃姜 现在把洗干净的姜切一下 尽量切薄点 有多薄切多薄 能切多薄就切多薄 全部切好了 我要去撑一下看这里有多少 其实也没有必要说很准确了 但是我以我自己的标准就是一斤的姜 一斤的姜 我会放七两的白糖进来腌制 这里一斤多的姜 然后刚刚放一斤多一点点的白糖 把它搅一下 腌在这里等到这个糖融化就可以熬姜糖了 腌制成菜这样子也差不多了 再腌制九点更好了 我就直接这样子倒下锅吧 在前段时间如果在8分左右收卖的姜就嫩一些 没有老的没有老的就整一个姜中间那节会老一些 现在是就我们做了个比方 有五十岁的有一百岁的有刚出生的 现在这个姜就是五十五十岁的年纪 老姜老姜就是一百岁的年纪 就前段时间卖那个就是刚出生的那个年纪 现在是青年的那种姜 不算老也不算嫩就新鲜姜 老姜要把它放在地窖里面一年才是老姜 好香哦 看起来果然是焦子 哦焦过了哦 我都做姜糖耶 做姜糖 姜糖那个肠来肠 你看现在有点干的那个糖哦 大发泡了 把这个火稍微关小一点点 干了吗 没有干 你看 然后再炒一下 还不是很干的 这个时候就一定要多嚼嚼了 要不然真的会嚼锅啊 有点累手啊 这样可以关火了 关掉火了 然后就一直翻一直翻 一直翻 一直翻 翻到它起砂哦 然后关掉之后就这样翻 还要放点火啊 还要放点火啊 不着急 这可以起砂吗 这有吃不就要翻车啊 没起砂啊 这锅一放下来就冷了 不像那种铁锅 这需要冷啊 那我不懂 这个还是要专业的人来 一起见证啊 一起见证 它就是要冷了才才会起砂 如果太热 那糖一热就会软嘛 就融化嘛 它就不会起砂 你看 起了没有你们看看 起了 是不是 太冷藏了 找个啥来 我家那么穷啊 藏都没有啊 不穷啊 真的是 真的很累翻这个不定 你来翻好不好 它已经变了 已经成糖了 对没有 但是还需要用力翻 再翻一下 让它冷却 等于是翻下去 就让它冷 不要让它黏在一起 你把它翻开 把它搅开 不要让它翻 黏在一起就可以了 还黏在一起的 把它搞散就可以了 我起砂 这个也不白 小黄酱炒的 炒的酱糖就不白 嗯 不是很白的 它也是有点防的 等一下嘛 它还要等一下还没有冷 再冷点它还要白一点 我的天 我这手可以断了 跟你们讲 真的好难翻哦 这个还黏在一起 你可以说 还黏在一起 它就没有起砂 把它搞开 蛋白它黏在一起 要把它搞开 这个糖粉吧 又会带着装起来 泡水盒好好喝哦 这个糖粉 就是那个姜的味道 嗯 可以啦 我公公很喜欢吃 我家老人很爱吃姜糖 这个还没有 还没有搞开 黏在一起 黏在一起它就可以 有点 还有一点没干的 这个糖 把它搞开就可以了 尝一片 上面全是白白的糖粉 锅满了 香甜香甜有点辣 我以为你会翻车 没想到那么成功哦 嗯 教程非常简单 大家如果想 在家里面自己制作的话 去下一盏小黄香 试一下 一斤姜放起两盏 姐妹们 一斤姜 糖不要放太少了 放少的话 成功的就滴一些 然后下面这个糖粉呢 这个糖粉 用个袋子装起来 泡水喝很好喝的 就姜糖水 哇塞真的漂亮 防防的 已经冷了 我把它夹出来 用个袋子保存好 我们下来 冷水 下来 我们下来 拿来 下来 带子装 在 下来 拿来 下来 好